好,今天這個禮拜過年,先跟大家拜個晚年 我們來看一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們要怎麼樣處理成為另外一張 就像這樣,處理成這樣一個水面導引的照片 原始的照片擋住這個樣子,處理完是這樣子 我把它,這個處理的群組在這個地方,我們把它打開來看,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做出來的 那怎麼做呢?我從頭開始做給各位看 這個是圓圖 那我們希望水面導引,這個地方還要再增加一倍 一倍的空間去做水面導引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從影像,這邊有一個反面尺寸 我們先把它改成像素 這個地方高度改成200,要增加一倍 但是是朝下,朝下的時候 就是把上面這個關掉,朝下 那顏色用白色,我們試試看 按確定 好,出來之後這就是我們多增加一倍的面積 那多增加一倍的面積呢,要把這個圖檔 把它再copy一次 我們按Ctrl J 再copy一次 Ctrl J之後呢,我把它改一改 這是 改成導引 那這個是天空的部分 好,改完之後呢,我們把導引拉到下面來 導引在下面,可是你沒有真的變成一個導引對不對? 沒有變成真的導引的時候 沒有變成真的導引的時候 我們按這個箭頭 然後變形的控制 把這個地方往下拉 往下拉 拉過來之後呢 拉過來,然後再按打勾勾 像大概看到一個導引對不對? 把這個勾勾拿掉 看到一個導引 但是呢,實際的導引不可能這麼清楚對不對? 所以呢,要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這個水面上的飽和度 跟天空的飽和度是不可能一樣的 因為水面又經過一次 這個光線進去折射再反射 它的飽和度一定會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增加一個 我們從調整這個地方 降低它的飽和度 你看,我這樣拉下來之後 降低它的飽和度 飽和度降低了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動作呢? 它一定會有些水波紋、風吹 不可能是這麼清晰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先Copy一張 這個Copy一張幹嘛呢? 我們用濾鏡 模糊 用動態模糊 動態模糊呢 我們先做一個垂直的模糊 90度 垂直模糊 那這個比例呢 浴室要打開 你到底是要大是小 你自己就要調整 調整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假設 我現在調到 大概37像素降 一個適當的比例 調出來之後 然後呢 把這個導引 我們這個 剛剛上面的導引 把它改一個名字 叫做垂直拖動 波寫錯了 那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它要有一個水平的波動 因為會有風吹的問題 所以我把導引這個地方再Copy一次 然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水平的波動 模糊 一定要動態模糊 這時候呢 改成零度 你注意看 改成零度 我把它關掉 看到沒有 打開之後 看到 然後這個 改成一個 橫向波動 但是呢 因為你這個 不透明度是100% 其實要降低一點 降低一點 然後橫向波動 你也要降低一點 好 你才能看到下面這張底圖 對不對 我們下面的底圖是這樣 我增加一個 垂直波動 再增加一個橫向波動 才會看到下面導引的部分 好 那甚至於我覺得 這個地方的橫向波動 可能太強一點 再降低一點 各位看了沒有 橫向波動 我現在橫向波動很強 但是因為我垂直波動沒有降那麼多 所以你橫向波動 你會看不太出來 好 所以這兩個東西 一個垂直一個橫向 你要去調整 調整到 這個比例要適當 調整到這個比例 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可是你看我把橫向波動 關掉的話 你垂直波動 也會跟著下降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把它完全打開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比例很重要 各位去調整一下 你看我這邊用62% 橫向波動 垂直波動是88% 看起來才會比較自然一點 這個才真正像是一個水面 會出現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有把它拉長 一個垂直波動 一個橫向的波動 那如果說你想要一些比較誇張的做法的話 橫向波動 來我再copy一張 這個橫向波動我可能降低一點 它的百分之一 然後呢 用這個手指頭的工具 輕輕的畫過去 你可以稍微強度強一點 或落眼都可以 注意看 我要畫過去 它有點拉 有點拉過來的效果 畫過去有點拉過去的效果 這個如果說把它關掉 看不太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給它 給的很弱 這個地方 透明度如果增加的話 假設我把它放到上面來 你看我剛剛有抹過 抹過的話它就很強 所以我把它降低 假設我再抹一次 這個效果沒有很明顯 因為我這個強度沒有用很強 假如我們用強一點呢 你會看到一些水面波紋的現象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刻意製造 這樣的話 也許水面波紋 如果你覺得不好看 這個就不要 用手指頭抹 它的作用就不要 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是 你弄完之後 我覺得水面這邊會比較暗一點 那邊會比較亮一點 會有這種效果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開一張空白圖 我現在先把它轉過來 再開一張空白圖 但是我這時候用的是純色 用純色上去 那純色上去之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用的是一個漸層工具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來 這個地方我先拉一個水平線 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把它打開 你這樣才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我用漸層工具 這漸層工具 我用的是這個 由黑到透明 意思就是我上面不要有 我下面是黑到透明 那我按著Shift鍵 拉下來 怎麼樣 現在看到水面 實際上當然不可能這麼黑 那我可以降低 它的這個不透明度 我把它關掉看看 我覺得水面 它靠近你的地方應該是這樣 那這條線在那邊會有點干擾 對不對 按Ctrl-H Ctrl-H把它關掉 我只這樣 Ctrl-H 關掉 隱藏起來的例子 這個地方 我透明度 這樣擺著22 或者是 我們看看圖稱混合 你如果說用柔光 也是 可是柔光 你會發現它似乎 顏色可能太強 那如果你用覆蓋一定是更強 我做小光源的 不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最弱的是柔光 柔光弄了之後 我還是覺得太強 沒有關係 我這時候把它降低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如果我完全0的話 是這樣的 你這個 這個要調到一個感覺 就是 你看我要板著40 所以 它這個地方應該是 因為 它這個水面 不可能會比天空要亮 對不對 水面的飽和度 也不可能會比天空要飽和 所以 飽和度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地方 加了一張這個圖稱 去降低它的飽和度 水面的飽和度 除了飽和度之外 它的明暗度也會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的明暗度 我們讓它變得暗一點 不會像天空一樣這麼亮 所以整個做完之後 就是這個效果 它圓圖是只有上面 一半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下面 都是我們人為做出來的 做出來的話 這個完全是靠你肉眼去調 垂直波動 橫向波動 你要調到這個百分比對 包括下面的顏色 變得比較暗一點 變得比較暗一點 通通要調整 調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所以Photoshop 常常我們在修圖的時候 是非常用視覺上的直覺去修的 那你要知道一些技巧 知道技巧是在用視覺上的這種感覺 去修圖 修出一個跟真實環境 非常類似的環境 所以一般可能在做水面導演的時候 不會有人去做垂直波動 不會有人去做橫向波動 更不會有人告訴你的垂直波動 跟橫向波動 它的不透明度 你要去調整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才會看起來才會抵震 也不會有人告訴你的水面導演 這個地方要少黑一點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完全是個人去玩一些東西 玩Photoshop 玩出來一些技巧 各位可以試試看 要不要抵震 把洗乾掉 為了